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其实基本上所有东西都不要 就这一整套都不要了 对吧 我们只要往中间这个iframe里面填东西就可以 对不对 那这个div这一层就不要了 这也不要了 是吧 你看这就干净了 对吧 dashboard肯定不要啊 那这些都用不上 反正现在都用不上 都删掉 好 只要一个head 一个foot和一个body就可以了 那我们试一下啊 这里叫频道管理 我来刷新一下 频道管理 对吧 你看 哎 样式就带进来了 对吧 能看出来啊 样式已经带进来了 然后咱们就开始布局 开始布局 那这里放什么东西呢 其实这里就放一个这个表格 对吧 那我们就去找一个表格 是吧 频道的表格啊 我们找个表格 表格data tables 我们找一个基础表格就可以了 我们找一个基础表格就可以了 html这个table 我们就找一个这个啊 找一个这个就行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这个 这个data table啊 是这个路径啊 嗯 default components data tables base 这个是 模板 模板 default components data tables base html table 对吧 html table 对吧 html table 然后我们来找一下这个data table initial 这个 我复制一下啊 找到这个节点 那就在这里 节点在这 上面这个DIV 是什么 这一块 对不对 是吧 不需要 那其实就下面这一块 对吧 它是一个portlet 对不对 它是个面板 它是个面板 那我们看它到第几行 到7000多行 是吧 折叠一下 到7000多行 我们把它复制过来 复制一下 直接粘贴 最后多了一个DIV 把它删掉 编译一下 那这里是全部都是 这个表格数据TR 对吧 我上看一下 往下拉一点 这是 这个面板的body 这个是看到 对 table 对吧 IMtable 对吧 这是个table 好我们回来刷新一下 看看效果 这个时候刷新就不用F5了 你可以按这里 直接按右键了 对吧 有一个重新加载框架 直接重新加载就行了 好 东西出来了 对不对 这是上面的那个 顶部的这个工具栏什么的 我们把字先改改 先把字改一改 在这里 这叫频道管理 是吧 频道管理 先看一下 对不对 刷新一下 搞错了 咦 拒绝访问 那重新加载一下框架 啊 不行 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我重启一下吧 重启一下 如果现在 黄金 我们要么 这边 开始 好了 内容管理 频道管理 频道管理 对吧 可以了啊 右边这个快捷菜单 我们不需要 我们把它删掉 不需要的你就删掉啊 用的时候再说 这有一个频道管理 这个header tools 对吧 顶部工具 删掉 那再来看一下 按右键 重新加载框架 你看右边 这个就没有了 对不对 这个搜索框 有一个 new order 但是下面没有数据 没有数据 什么原因呢 你看啊 它这个框架 都是会有一个GS 在这里面的 对不对 全部都是通过GS来操作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GS custom components header tables custom components data tables base html table html table 好 在这里呢 看出来 对吧 又是个函数对象 然后这里有个初始化 这里有个demo 然后这里就是这个data table 对不对 我们尝试一下把这个GS啊 引用进来 GS引用进来 复制绝对路径 到dst 这里 在这里引用一下 sqp的src 粘贴 type 等于text 加挖sqp 这个不要了 编译一下 回来 按右键 重新加载框架 看到没有 数据就出来了 对吧 数据出来了 好 然后下一part就是 这个表格呢 有了 对吧 然后现在就这样子 它有个分页 对不对 它能分页 有它自带分页 那我们是做的是 显示的是叫什么 频道列表 对不对 频道的那个 频道的列表 对吧 那我们这里不需要分页 是吧 我们要额外修改一些东西 还有就是这个搜索框 咱们也不需要 因为频道嘛 不多 是吧 不需要做这些啊 那不需要的就删掉 那这里是一个 搜索是 好像是这一条 你看这是search 对吧 这就是那个搜索框 我删掉 来看一下 删掉了没有 搜索框没有了 对不对 右边的new order 新建订单 那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是怎么样 就是新增 对不对 新增频道 新增 新增 那左边图标不合适啊 我们要用加号 对吧 那加号的图标是什么呢 是la-plus 那我们到这个框架里来 这里有个icon 你看这里有 有四种icon 对吧 它是这个line awesome 这个la-plus 你看我country f la country f la-plus 是不在这 对吧 就能找得到啊 图标对在这里 自己去找就行了 好 然后新增 我们过来看一下 效果 哎 加号 哎 就和谐了 是吧 好 然后就是 它这里有个分页 它这里有个分页 那很显然咱们要把分页关闭 对不对 那么看一下这里面 有哪些东西 啊 那么这个函数对象 是为了 是为了初始化 我们的这个 digitable的 那么这里呢 我可以怎么样 可以改改代码嘛 对不对 我改改代码就可以了啊 那我们不去动它原来的 我们不去动它原来的 我们自己写一个js 我们自己写个js 然后照着它仿一个就可以了 对吧 那我们就在 aapp.js下面 添加一个js 这个js叫什么呢 就叫这个datetable 对吧 datetable 建一个javascript datetable 写错了 写错了好像 你有一个js 叫datetable 对吧 然后我们自己写一个函数对象 datetable 这个 datetable 我们这种投风式的这种命名方式啊 防止和谁啊 防止和真的datetable 万一有冲名 对吧 很尴尬 我们这样写啊 这样不会冲名 等于一个function 对吧 这就是一个函数对象 建一个函数对象 好 这就是我们的datetable工具类 等于是这个意思啊 然后咱们就照着它仿一下就可以了 html table 那这里建了一个就叫initia VR一个handler init 初始化 对吧 初始化 等于 等于function 然后看怎么初始化 这是初始化 初始化 表格啊 看一下怎么初始化 VR一个datetable 然后点这个class 是不是啊 这是class 对吧 这是接query啊 这样就初始化了 我先把它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 然后 粘贴一下 粘贴一下 把这些多余的东西删掉 这是警告 对吧 这里不需要 这些地方不需要加多号啊 然后叫datetable 这样就行了 然后我们再返回一个 公共方法 返回这个公共方法 叫什么呀 init 对不对 init function 调用谁啊 调用handler init 对吧 handler init 这样就行了 然后接query document init 点 ready 方式 就是 datatable 点 init 是吧 好 然后咱们把 咱们自己的 这个 写的这个 复制一下 到list 盖一下 好 编译一下 看看效果 啊 要确定有效 对不对 我先把它注视掉 你再确定有效 对吧 因为等一会儿 效果可能长得是一样的 我们确定有效 先刷新一下 啊 没反应 对吧 哎 数据出不来啊 好 再把它解锁 再编一下 再编一下 重新加载一下 哎 出来了 对不对 啊 数据出来了 对吧 然后跟着再继续 继续啊 再继续 那回到这个 datatablegs里 我们能看到 它这里初始化了一些东西 sr 咱没有sr去了 对不对 那这个属性是不是不要了 不要了啊 然后data save state 存在这个状态 cookie force 不存在 不存在cookie里 好像是这个意思啊 然后到这个coolance 我在这里额外说一句啊 接块插件实在太多了 这个很显然 它还不是接块 还不是 对这是接块插件 它可能和 和boardtrip插件 它两个都在一块用的 对不对 就是接块插件 boardtrip插件 都非常多 你一个一个去学呢 每一个都要花很长时间 那所以我在这额外强调研 就是说 程序员写代码 它有的时候 它十有八九 它是靠猜 那很显然 我就在这看着 它那个命名 懂吗 看着那个属性 我就在这猜 猜测 知道吧 啊 就是这样来的啊 不用去纠结 然后你需要实现某些功能 你实在找不到了 你就百度 百度明白吧 百度这个框架 具体怎么用啊 能从代码里 能从别人的案例里 能找到答案 就用这个答案 而不要去从头到尾 把它学一遍 不然太浪费时间了 因为每一个 每一个框架 都要很长时间 去学习一下 每一个都是精华 所以能节约时间 就节约时间 那我的学习方式 就这样子的啊 我上来就靠猜 我先实现 我先能用 会用 会用之后再说 啊 这额外讲的一句啊 好 这空冷是列 这是字段 对不对 那我们就看 有没有这两个字段 order data 和这个什么 disposed pad piled 那我到这里来看 有没有这个 有吧 有这两个字段吧 对不对 好 那在这里 这两个字段 在类型 类型字段 类型type type number type date format 那很显然干什么的啊 就是去找到 这个字段之后 怎么样 做一些特殊处理 是不是这意思啊 很显然他就干 这个事情了 对吧 那我需不需要 这些特殊处理啊 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 OK 删掉 所以最终就留下 这个样子 编一下 那这句其实都能删掉 我觉得 对不对 什么看上去 好像 好像这个 效率高一些 我也不知道 真的假的 反正就留着呗 重新加载一下 好 那这个时候 分页是没有解决掉的 说明怎么样 说明他肯定有一个 分页属性 对不对 然后他分页属性 怎么样 默认是什么呀 Q 肯定是这样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得找出 他的分页属性 对吧 那我说了 程序员全靠拆 然后看看代码 就要有养成这个 就要有这方面的能力啊 那我就来看看 有没有gs里面 写了分页属性的 有没有gs里写的分页属性的 他有这么多的 他有这么多gs 他有这么多gs 在在在 custom data table base 有这么多gs 对不对 我随便挑 page size server page 好 你看慢慢就有点 哎 看到没有 这什么呀 page nation 是不是分页属性 对不对 他写了个true 那反过来 是什么呀 force 是的吧 哎 还有soft table 看到没有 排序 对吧 哎 你看看到没有 通过别人代码 就能看出来 就可以了 这就效率就很高 对吧 这种玩法 效率就比较高 那我来试一下 行不行 逗号 force 保存一下 编译一下啊 回来 刷新 走一个 看到没有 分页没有了 对不对 哎 是不是啊 就这就是技巧 对吧 啊 这就是技巧 然后他有一个soft table 说明能排序 是不是真的能排序呢 点一下 哎 真的能排序啊 正序 倒序 是这意思吧 哎 可以可以可以 然后呢 我不想要呢 我就看一下啊 soft table 嗯 多号 false 你想要你就留着啊 你不想要你就删掉 是这意思吧 我们来试试看 这是不是啊 重新装载一下 好 你看不能点了 对不对 不能点了吧 哎 就关闭了 是吧 哎 就是这样来的啊 程序员就是这么玩的 OK 那么表格能出来了 是不是要换成咱们自己的效果 对吧 咱们自己效果啊 咱们换一下先 啊 我们是要做的是这个频道 那么有一个ID name PID 复类啊 是否为 是否为这个跟跟这个复类 对吧 排序 那那咱们网上显示什么呢 显示一个名字 显示一个排序 还有一个操作 增加改查 那个操作 对不对 啊 那就三个列 三列就可以了啊 我们有三列就可以了 那在这里我们拉到最上面 三列 那这个ID不需要 我觉得ID不需要啊 那这个就叫什么呀 这个叫 频道名称 对不对 频道名称 啊 title 站上去 我们看一下 把它改一下 什么效果 编一下啊 过来刷新一下 这个 哎 就就是 其实就是鼠标放上去 有有有这个字 对吧 啊 无所谓啊 频道名称 然后是什么呀 排排序 对不对 啊 频道名称 排序 排序讲 这个是排序 还有一个是什么呀 操作 对吧 title 啊 我觉得还是改成它原来的 我怀疑后面可能有什么用 有什么作用啊 我猜啊 所以咱别乱赶 三个啊 操作啊 这下面的不要了 一二三 那到这里 下面全是TRTR 它有好多行 对不对 几千行 是吧 咱们全部删掉 tbody 全选 切掉 然后tbody 对了吧 TR TD 三个 频道名称 咱们做游戏 咱们这个资讯平台是游戏平台 是不是 咱们叫 咱们频道就是游戏平台 是不是 哎 搞一些主流的啊 比方说 绝地求生 是不是 上来就得绝地求生 然后这是第一行主题啊 第二个是排序 第二个字段是排序 第三个字段 比方说是查看 是吧 我们先试一下 看看效果有没有啊 从载一下 可以吧 哎 你看列表叶就出来了 是不是 哎 这就是列表叶 啊 嗯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